上次讲完 MoCo 呢 其实一直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几年 尤其是从18年开始到现在 对比学习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它的发展历程 如果把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总结一下呢 我大概把他们的发展历程呢 规划成了四个阶段 比如说第一阶段的这个百花齐放 我们会讲到 InstaDIS CPC CMC 在那个阶段呢 方法、模型都还没有统一 目标函数也没有统一 代理任务也没有统一 所以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紧接着到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会讲到 MoCo V1、SimClear V1、MoCo V2、SimClear V2 以及还有CPC CMC 它们的延伸工作 还有Swap 这个阶段发展非常迅速 上面说的这些工作有些间隔一到两个月 有些甚至间隔还不到一个月 ImageNet 上的最好成绩 基本上每个月都在被刷新 然后到第三阶段 就是不用复样本 我们也可以做对比学习 那这个阶段呢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BByOL这个方法 以及它后续的一些改进 最后呢SimSim出手 把所有方法都归纳总结了一下 都融入到了SimSim这个框架之中 基本上是用卷积神经网络 做对比学习的一个总结性的工作 那在它之后呢就来到了Transformer时代 这里我们会提到MoCo V3和Dino 因为Vision Transformer的爆火 我感觉估计有一半的视觉的这个研究者 都投入了Vision Transformer的怀抱 所以说对于自监督学习来说 无论你是对比学习还是最新的研码学习 大家接下来呢都是用Vision Transformer去做的 所以说大概就是这四个阶段 当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优秀的工作了 鉴于时间关系 我们这里只是把最有联系的一些工作 串到一起 讲一下它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每篇论文呢我们也不会精读 只会花三到五分钟就大概讲一下 它的研究动机 它的方法 以及它的贡献 那首先我们从第一阶段开始 我们第一个要提到的工作呢就是Inst disk 也就是这两个单词的前几个字母 Inst disk 其实呢这篇论文是没有给它的方法起名字的 但是因为太经典 后面的人都要跟它比啊 所以没办法 为了简单起见后面的论文呢 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Inst disk 也就是这篇论文提出了 我们在上次的Moco讲到过的那个代理任务 也就是个体判别任务 而且如果说Moco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的话 那Inst disk这篇论文就是巨人的肩膀 它就是Moco那篇论文中反复提到的文献 61也就是memory bank那个方法 我们一会也可以看到 除了Moco 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很多实验的细节 都是直接根据Inst disk这篇论文来的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图一啊 它说呢他们的方法是受到了有监督学习结果的启发 如果我们把一张BOSS的图片啊 为给一个已经用有监督学习方式训练好的分类器 我们会发现它给出来的这个分类结果啊 排名前几的呢全都是跟BOSS相关的 有猎豹有雪豹总之从图片来看 这些物体都是长得非常相近的 而排名靠后的这些判断呢 往往是跟BOSS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类别 然后通过很多这样的现象呢 它觉得呢让这些图片聚集在一起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们有这种相似的语义标签 而是因为它们这些照片实在是长得太像了 这些Object呢就是很相似 它们跟这些Object呢就是不相似 所以才会导致这里的这些分类分数啊都会很高 而这里的这些分数啊非常低 所以最后作者根据这个观察 提出了个体判别这个任务 他说啊我们的这种无监督的学习方式 就是把这种按照类别走的有监督信号啊推到了极致 我们现在呢把每一个instance都看成是一个类别 也就是这里的每一张图片都看作是一个类别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能学一种特征 从而能让我们把每一个图片都区分开来 所以这个图一呢就画得很好 还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 不仅很简单的介绍了它们的研究动机 自然而然的引入了这个问题 然后用一句话的形式引入了个体判别这个代理任务 至于文章的方法呢我们现在来看图二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呢 就是它们想通过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把所有的图片呢都编码成一个特征 然后它们希望这些特征在最后的这个特征空间里呢 能够尽可能的分开 因为对于个体判别任务来说每个图片都是自己的类嘛 所以说每个图片都应该和别的图片尽量的分开 那如何去训练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呢 自然使用的是对比学习 所以你需要有正样本需要有负样本 那根据个体判别这个任务 正样本呢就这个图片本身 可能经过一些数据增强 那负样本呢自然就是数据集体所有其他的图片 那如果做对比学习 大量的这个负样本特征到底应该存在哪呢 这篇论文呢就用了这个memory bank的形式 就是说我把所有图片的特征呢 全都存到这个memory bank里 那也就是一个字典 那对于imagenet的这个数据集来说 它有128万个图片 那意味着就是说这个memory bank里呢 要存128万行 也就意味着你每个特征的维度啊不能太高 否则这个存储代价就太大了 所以这篇论文里呢就选择了是128维 那我们现在走一下这个前项过程吧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的batch size呢是256 就是说呢有256个图片呢 从这块进来进到这个编码器里面 通过一个res50 所以说最后的这个特征维度呢是2048维 然后把它降为降到128维 这就是每个图片的这个特征大小了 那batch size是256的话 也就意味着我们有256个正样本 那负样本从哪来呢 那自然是从这个memory bank里去 随机的抽一些负样本出来 那在这篇论文里呢 他们是抽了4096个负样本出来 那现在你有了正样本也有了负样本 那就可以用这个nce loss 去算这个对比学习的目标函数 那一旦你更新完这个网络 你就可以把这个minibatch里的这些数据样本啊 它所对应的那些特征呢 到这个memory bank里去把它更换掉 这样memory bank呢就得到了更新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反复这个过程 然后不停地去更新这个编码器 然后不停地更新这个memory bank 然后最后学到这个特征呢 尽可能地有区分性 当然这篇论文的方法还有很多细节 都设计的非常巧妙 我们这里就不一一细讲了 比如说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proximal regularization 它呢给模型的训练加了一个约束 从而能让memory bank里的那些特征呢 进行动量式的更新 跟Moco的想法是非常一致的 另外大家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实验设置里面 这个超参数的设定 比如说啊这个算Loss的时候 这个温度的设置呢是0.07 选了4000个这个复样本 训练呢是200个epoch 然后Batch Size呢是256 其实的Learning Rate呢是0.03 之后我们再看其他论文 尤其是Moco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实验细节 Moco都是严格按照Instadisc来的 这些超参数都没有改 所以说啊 Instadisc这篇论文呢 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它不仅提出了个体判别这个代理任务 而且用这个代理任务和NCE Loss 去做对比学习 从而取得了不错的无监督表征学习的结果 同时它还提出了用别的数据结构 去存这种大量的复样本 以及如何对这个特征进行动量的更新 所以真的是对后来的对比学习的工作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 接下来我们提一下这篇工作 这是一篇CVPR19的论文 跟今天要说的其他论文相比呢 它的影响力可能不是那么大 但我想提一下这篇论文 是因为它可以被理解成是SIMClear的一个前身 它没有使用额外的数据结构 去存储大量的复样本 它的正复样本就是来自于同一个minibatch 而且它只使用一个编码器 进行端到端的学习 鉴于这篇文章也没有给自己起名字 所以我们就像instadisc一样 就叫它inward spread好了 所以说写论文的时候 可能最好还是给自己的方法起一个名字 而不是叫hours 这样方便别人记住 也方便别人引用 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这篇论文的想法呢 其实就是最基本的对比学习 像它这个图一里画的 就是同样的图片呢 通过这个编码器以后 它的特征呢应该很类似 不同的图片呢 它的特征出来就应该不类似 这也就是它题目中说的 这个invariant和spreading 就是说对于相似的图片 相似的物体呢 它的特征应该保持不变性 但是对于不相似的物体 或者完全不沾边的物体呢 它的特征呢 应该尽可能的分散开 那具体它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代理任务上呢 它也是选取了个体判别这个任务 我这里主要想讲的是 它如何选取正样本和负样本 以及正负样本的个数 那我们先看一下前项过程 如果batch size是256呢 也就是说上面呢 一共有256个图片 经过这个数据增强呢 下面呢又得到了256张图片 那对于x1这张图片来说呢 这个x1品呢 就是它的正样本 它的负样本呢 是所有剩下的这些图片 包括原始的图片 以及经过数据增强后的图片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的正样本数量呢 是256 但你的负样本呢 是256-1乘以2 就是除去这个样本本身之外呢 这个minibatch 剩下的所有样本 以及它经过数据增强后的样本 也就是这里为什么要乘2 都是负样本 那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过的 instadisk那个方法不太一样 因为对于instadisk来说呢 它的正样本虽然是256 但它的负样本呢 是从一个memorybank里抽出来的 它用的负样本呢 是4096 甚至还可以更大 那这篇论文 为什么要从同一个minibatch里 去选正负样本呢 是因为这样 你就可以用一个编码器 去做端到端的训练了嘛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Moco里讲过的 那个端到端的学习方式 那个图里的方法A 就是这个方法 那剩下的前项过程呢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过完编码器以后呢 再过一层这个全连接层 就把这个特征的维度降得很低 就low dimension就变成128了 那正样本 比如说就是这个绿色的球呢 在这个最后的特征空间上呢 就应该尽可能的接近 但是这个绿色的球呢 跟别的这些颜色的特征呢 就应该尽可能的拉远 它用的目标函数呢 也是NCE loss的一个变体 所以说啊 之所以讲这篇论文 就是因为它刚好属于另一个流派 也就是端到端的学习 而且只用一个编码器 不需要借助外部的数据结构 去存储大量的副样本 它的正副样本呢 都来自于同一个mini batch 那既然它跟SameClear这么像 为什么它没有取得那么好的结果呢 那这就是我们之前 在Moco那篇论文里 反复强调过的 就是这个字典啊 必须足够大 也就是说在你做对比学习的时候呢 这个副样本呢 最好是足够多 而在这里呢 本文的作者是没有TPU的 所以说它的Batch Size呢 就是256 也就意味着它的副样本呢 只有500多个 再加上它还缺少像SameClear那样 那么强大的数据增广 以及最后提出的那个MLP Projector 所以说呢 这篇论文的结果没有那么炸裂 自然也就没有吸引大量的关注 但事实上呢 它是可以理解成SameClear的前身的 那前两个工作呢 都是用个体判别这个代理任务 去做对比学习的 接下来我们就提一个 用别的代理任务 做对比学习的工作 也就是CPC Contrasted Predictive Coding 那这也很好理解 因为一般机器学习呢 它就分为判别式模型和生成式模型 那个体判别呢 显然是属于判别式范畴的 那肯定就会有一些生成式的代理任务 比如说最常见的这种预测性的任务 CPC这篇论文呢 其实非常厉害 因为它是一个很通用的结构 它这个图一里说啊 它不光可以处理音频 而且还可以处理图片 文字 以及在强化学习里使用 这里为了简单起见呢 它用的是一个音频的信号作为输入 它大概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说我们有一个时序的序列 假如说有一个输入X 它从T-3的时刻 到T-2 T-1 T 就当前时刻 这些呢都是未来时刻 我们现在呢 把之前时刻的这些输入 全都扔给一个编码器 而这个编码器呢 就会返回给我们一些特征 然后我们把这些特征呢 为给一个自回归的模型 也就这里的GAR 就是Auto-Regressive 一般常见的自回归模型呢 就是这种RN或者LSTM的模型 所以每一步最后的输出呢 我们就会得到这种红色的东西 也就是它的CT 就是Context Representation 就是代表上下文的一个特征表示 接下来它说呢 如果这个上下文的特征表示足够好 就它真的包含了当前和之前 所有的这些信息的话 那它应该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预测 所以呢就可以用这个CT 去预测未来时刻的这个ZT加1 ZT加2 就是未来时刻的这个特征输出 那对比学习又是在哪里体现的呢 你不是总得跟什么东西去对比着学吗 那这里的正样本呢 其实就是这里未来的输入 通过编码器以后 得到的未来时刻的特征输出 就相当于你做出来的这些预测呢 是Query 而真正未来时刻的输出呢 是由这些输入决定的 也就是说它们呢 相对于你的预测来说呢 是正样本 那副样本的定义呢 其实很广泛 比如你可以任意选取输入 然后通过这个编码器得到输出 那它都应该给你的预测呢 是不相似的 所以这就是CPC定义正负样本的方式 那当然了 这条思想是很普适的 你把底下这个输入序列呢 换成一个句子 你当然也可以说 我用前面的单词 去预测后面的单词的特征输出 那如果你把这个序列呢 想象成一个图片的 这个图片patch这个块 从左上到右下形成一个序列 那你就可以用上半部分的图片特征呢 去预测后半部分的图片特征 总之呢是非常灵活 那看完CPC这篇论文 就是用预测的代理任务 去做对比学习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CMC这篇论文 就是contrasted multi-wheel coding 这篇论文定义正样本的方式呢 就更为广泛了 它是说啊 一个物体的很多个视角 都可以被当做正样本 CMC的JL写得非常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写的前几句话 它说啊 我们人观察这个世界呢 是通过很多个这个传感器的 比如说啊 我们的眼睛或者我们的耳朵 这些呢都充当着不同的传感器 来给我们的大脑呢 提供不同的信号 然后每一个视角呢 都是带有噪声的 而且有可能是不完整的 但是最重要的那些信息 其实是在所有的 这些视角中间共享的 比如说啊 基础的物理定律啊 或者几何形状啊 或者说他们的语意信息啊 这些呢都是共享的 在这里举了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一个狗 既可以被看见的 也可以被听到的 也可以被感受到的 所以说基于这个现象 作者就提出了 我们呢是想要学一个 非常强大的特征 它呢具有这种视角的不变性 就是说不管你给我看哪个视角 到底是看到了一只狗 还是听到了狗叫声 你都能判断出啊 这是个狗 所以说呢 CMC这篇工作的目的呢 就是去增大这个互信息 就是所有的视角之间的 这个互信息 如果能学到一种特征 能够抓住所有视角下的 这个关键的因素 那这个特征就很好了 至少解决个分类问题呢 不在话下 那说了这么多 CMC到底是怎么样去形成这个正样本和副样本 从而去多对比学习的呢 它是利用图一来解释一下 他们呢选取的是NYURGBD这个数据集 而这个数据集呢 有同时呢有四个wheel 就有四个视角 分别是原始的图像 以及这个图像对应的深度信息 就是说每个物体离你这个观察者到底有多远 还有呢就是surface normal 最后呢就是这个物体的分割图像 CMC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你这些不同的输入呢 来自于不同的感感器 或者说不同的模态 但是呢你所有的这些输入 其实对应的都是一整图片 都是一个东西 那他们呢就应该互为正样本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特征空间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特征空间的话 那这四个绿色的点呢 在这个特征空间里就应该非常的接近 那这时候如果你随机再去挑一张图片 不论你是用图片 还是用分割的图片什么的 总之呢你属于一个不配对的视角的话 那你这个特征呢 就应该跟这些绿色的特征远离 所以这就是CMC定义正副样本的方式 它的正样本呢是来自于多个视角的 那一旦定义好了正副样本呢 剩下的工作就大差不差了 那这里呢我还想再说两个点 首先CMC呢是第一个 或者说比较早的工作 去做这种多视角的这种对比学习 它不仅证明了对比学习的这个灵活性 而且证明了这种多视角多模态的这种可行性 所以说接下来呢 OpenAI很快就出了Clip这个模型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图片 还有一个描述这个图片的文本 那这个图像和文本呢 就可以当成是一个正样本对 就可以拿来做多模态的对比学习了 同时呢CMC的这个原版作者人马 用对比学习的思想啊 做了一篇蒸馏的工作 他的意思是说呢 不论你用什么网络 不论这个网络是好是坏是大是小 那只要你的输入是同一张图片 那我们得到的这个特征呢 就应该尽可能的类似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想让Teacher模型的输出呢 跟Student模型的输出呢 尽可能的相似 它就通过这种方式 把Teacher和Student呢 做成了一个正样本对 从而可以去做对比学习 真的是要大开脑洞 所以说啊 让大家意识到对比学习如此灵活 可以应用到不同的领域 CMC功不可模 另外一个要提的点呢 可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局限性 就是说当你在处理不同的视角 或者说不同的模态时候呢 你有可能需要不同的这个编码器 因为不同的输入可能长得很不一样 这就有可能会导致就是 你使用几个视角 你有可能就得配几个编码器 那在训练的时候呢 这个计算代价就有点高 比如说在Clip这篇论文里呢 它的文本端呢 就是用一个大型的原模型 比如说Bird 那它的图像端呢 就是用一个VIT 就需要有两个编码器 但这儿呢 其实又回到了 我们刚开始讲VIT时候 说这个Transformer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Transformer 真的有可能能同时处理 不同的这个模态的数据 而事实上呢 现在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今年的iClear呢 就有一篇投稿 叫做MAClip 它们呢 就用一个Transformer 去同时处理两个输入模态 效果反而更好 所以说这个呢 可能才是Transformer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一个网络 能处理很多类型的数据 而不用去做 针对每个数据特有的改进 那第一阶段呢 我们就大概讲了这四篇论文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使用的代理任务呢 是不一样的 有个体判别 有预测未来 还有多视角 多模态 它们使用的目标函数呢 也不尽相同 有NCE 有Info NCE 还有NCE的其他变体 那使用的模型呢 也都不一样 比如说Involt Spread 就用了一个编码器 Instadist呢 就用一个编码器和Memory Bank CPC呢 就是有一个编码器 还有一个自汇规模型 CMC呢 可能就有两个 甚至多个编码器 它们做的任务呢 也从图像 到视频 到音频 到文字 到强化学习 非常的丰富多彩 所以说呢 第一阶段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大概呢 是从18年到19年中的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到第二阶段 也就是从19年中 到20年中的这段时间里 因为我读视觉的论文比较多 所以主要呢 可能讲的也就是计算机视觉 而且因为视觉啊比较卷 好的工作呢 在这个阶段是层出不穷 这里之所以是双雄 其实我们主要想讲的呢 就是Moco和SimClear 我们先看Moco啊 鉴于上次我们已经经读过 Moco这篇论文了 所以说这次呢 我们主要就讲一下 它和其他工作的区别和联系 Moco的主要贡献呢 就是把之前对比学习的一些方法 都归纳总结成了一个字典查询的问题 它提出了两个东西 一个呢是对列 一个呢是动量编码器 从而去形成一个旧大又一致的字典 能帮助更好的对比学习 我们上次也讲过 说Moco跟Instit This呢是非常相似的 比如说呢 它就是用这个对列呢 去取代了原来的Memory Bank 作为一个额外的数据结构 去存这些副样本 然后呢 它用这个动量编码器 去取代了原来的那个Loss里的约束项 从而能达到动量的更新编码器的目的 而不是动量的去更新那个特征 从而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但是呢整体的出发点 以及一些实现的细节呢都是非常类似 到底有多类似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Moco的这个实现细节啊 首先从模型的角度上来说呢 他们呢就用了是个残差网络 它的这些极限模型呢 都用的是RES50 那其实Instit This里也用的是RES50 所以模型上呢是一样的 最后每个图片的特征维度呢 也沿用了128维 然后这里呢像61一样 它也对所有的特征呢 做了这个L2归1化 至于目标函数呢 Moco采用的是InfoNCE 而不是像Instit This一样是NCE 但是呢 算Loss的时候用的温度呢也是0.07 至于说数据增强的方式呢 也是从61直接借鉴过来的 包括后面训练的这个学习率0.03 还有训练200个EPOC 这些也都是跟61保持一致的 所以你说Moco是Instit This的一个改进型工作 也不为过 但是Moco真正出色的地方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有两点 一个呢就是它的改进真的是简单有效 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比如说它的动量编码器 在后面的SIMClear V2 BYOL 一直到最新的对比学习的工作呢 都还在使用 就是它提出的这个技术 不仅在当时帮助Moco 第一次证明了使用无监督特征学习 也能比有监督特征学习的预训练模型好 而且还能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帮助之后的工作呢取得更好的结果 所以它的改进呢是很深刻 而且很有效的 另外一个可圈可点的地方 就是Moco的写作呢真的是高人一等 非常不一样 其实如果一个简单直白的写作方式呢 就是说在引言里呢 我们先介绍对比学习是什么 然后再介绍之前的工作有哪些 比如说有端到端的工作 然后有InstaDisk这个memory bank的这个工作 然后呢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缺点和局限性 所以说我们提出Moco 用对列去解决这个大字典的问题 用动量编码器去解决这个字典 特征不一致的问题 最后我们结果很好 第一次证明了在下游任务中 我们用一个无监督御训练的模型呢 也会比有监督御训练的模型好 那这种写法呢也是一种很简洁直白明了的写作方式 大部分论文的写作呢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 但是呢Moco的作者明显就高了一个层次 比如说我们先看引言啊 他一上来呢先说这个CV和NLP之间的区别 以及到底为什么无监督学习在CV这边做的不好 然后呢第二段他才开始讲对比学习 但是呢他也不是说细细的去讲对比学习 或者细细的去讲那些方法 他呢是直接把之前所有的方法都总结成了一个字典查找的问题 所以直接把问题给归纳升华了 然后在这个框架下啊就是CV和NLP大一统的框架 以及所有的对比学习也都大一统的框架之下 然后作者提出了Moco这个框架 希望能用一个又大又一致的字典去整体的提高对比学习的性能 那这个论文的scope呢整体就扩大了 那远不是之前的那种简单的写作方式可以比的 而且这样的写作风格呢还延续到了这个方法部分 他们在3.1里头呢作者上来呢没有先写一个模型总览图 也没有具体说我们是什么模型什么任务 而是先从最后的这个目标函数入手啊 说我们是用info NCE来做的 先把正副样本定义了一下 然后再去讲网络结构 然后再去讲实现细节和伪代码 而且在3.1里呢为了让Moco看起来更普适呢 作者这里呢没有直接定义输入是什么 也没有定义这个网络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是说啊什么样的输入都可以 比如说他可以是图片啊也可以是图片块啊 或者是上下完的这种图片块啊 这个46呢其实就是cpc 那至于网络呢 他说这个query的编码器和key的编码器呢 它既可以是相同的 那相同的话呢 这里面就我们之前讲过的invo spread 还有呢就是部分共享的 还有呢就是完全不同的 那这个56呢就是cmc 因为是多个视角嘛 所以是多个编码器 所以说啊Moco的这种写作方式 这种字顶向下的写作方式呢 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但这个呢真的是需要功力 稍有把握不慎 别人可能就看不懂了 鉴于上次Moco已经讲了90分钟 所以这里就不过多复述了 我们直接进入simclear simclear呢就是simple contrasted learning 这个方法呢真的是够简单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博客 在介绍对比学习的时候呢 都用simclear当例子 因为它概念上呢更容易理解 方法上呢也很容易解释 只不过呢就是batch size太大 一般人不好上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simclear到底有多简单 我们来看图2 图2里说啊 如果你有一个minibatch的图片 那假如说是x 那对这个minibatch里的所有图片呢 做这个数据增强 就是不同的数据增强 它就会得到xi和xj 那同一个图片延伸得到的两个图片呢 就是正样本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batch size是n的话呢 那你的正样本个数就是n 那负样本的个数呢 就是这个batch size 剩下所有的样本 以及他们数据增强过后的样本 也就跟我们英文spread里讲的一样 是两倍的n-1 然后当你有了正负样本之后呢 你都要对它进行编码 所以说通过一个编码器f 而这两个f呢是共享权重了 也就是说其实只有一个编码器了 如果这里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res50的话呢 你这里得到的h 也就是你得到的特征表示呢 它是2048维的 然后呢simclear的一个重大的创新点呢 就是在这个特征之后 又加了一个叫projector的东西 也就是这里的g函数 这个g函数呢说白了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mlp层 就说只有一个全连接层 后面跟一个relu的计划函数 但是呢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层mlp 能让最后学到的特征啊 在imagenet的这个分类任务上呢 直接提点将近10个点 这个效果呢是在别的任何的任务里 或者说在有监督学习那边呢 是很难观测到的 很少有说加一个全连接层 就能直接提点10个点的 所以说啊是一个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惊讶的结果 但是在这个框架里呢 你可以想象出我有一个特征之后呢 我再做一个非线性变换 就得到了另外一个特征 也就是最后去做对比学习的那个特征 一般这个特征z呢 它的维度就会小一点 为了跟之前的工作保持一致性 他们也用了128维 最后呢就是要衡量一下 就是这个正样本之间 是不是能达到最大的这个一致性 他们采用的呢是一个叫 normalized temperature skill 的交叉商函数 normalized 呢就是说在这个特征后面呢 进行了L2归一化 temperature skill 呢就是说在这个loss 上成了个套 所以说其实这个loss呢 跟之前说的influency loss 呢也是非常接近的 那这里还要强调的一个点呢 是这个projection head 这个G函数啊 只有在训练的时候才用 而当你在做下游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这个projection head的G函数呢 扔掉了 我们还是只用这个h这个特征去做下游任务 这样的话呢 我们跟之前的工作呢也还是公平对比 因为之前他们如果用res 50呢 我们还是用res 50 我们并没有多加一层 加上这个projection head G函数呢 只是为了能让模型呢训练的更好 到这呢整个方法就讲完了 那确实是很简单 跟Moco比起来呢 这里只有一个编码器 既不需要memory bank 也不需要对列 也不需要动量编码器 正负样本呢全都是从同一个minibatch里来的 整个前项过程呢非常的直接 就是图片进入 编码器编码 然后projector降维 最后算个对比学习的loss 非常符合大家对深度学习工作的这个期待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说过 之前那个CAPR19的工作 Inward Spread 可以看作是SimClear的前身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整体的这个思路和结构啊 跟SimClear呢是基本一致的 SimClear跟Inward Spread的区别呢 其实都写在SimClear的这个贡献列表里了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他们用了更多的这个数据增强 他们发现对比学习真的是需要很强的数据增强的 技术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加了一个这个G函数 就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分线性的变换 就是一个MLP层 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用了更大的这个Batch Size 而且训练的时间更久 他们发现呢这两个策略呢 都能让网络学到的特征呢变得更好 那乍一看这些贡献呢 有些读者可能就会觉得 哎 这些技术不都或多或少在之前的工作里被提出来过吗 所以说啊在这篇论文里作者专门把这个相关工作 放到了第七节 相当于文章的最后才去讲这个相关工作 他比较细致的跟之前的这种手工的代理 任务做了对比 然后跟最近的这种对比学习的呢也做了对比 而且作者最后呢还非常谦虚的写了这么一段话 就是说啊他们知道啊 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单个的这些贡献呢 在之前的工作里呢都被提出来过了 虽然有的时候啊这个实现的形式呢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作者强调说呢SIMClear的这个优越之处啊 就是在于他的成功呢不是由任何一个单一的设计决定 而是把所有的这些技术结合起来啊得到的一个结果 而且作者呢把详细的消融实验 以及他们的这个设计选择呢全都放到了俘虏里 所以说啊作者团队真的是非常贴心 而且非常谦虚啊 而事实上呢SIMClear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很多技术呢 都对后续的工作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力 比如说在编码器之后加这么一个MLP层 那在之后的MocoV2啊BYOL这些工作里呢全都有使用 还有呢他使用的这个数据增强的策略呢 在之后的工作里也是被广泛的使用 还有呢就是他使用LARS这个优化器去做大BatchSize下的这个模型训练 之后呢BYOL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总之呢SIMClear真的是够简单 而且被后续的很多研究呢铺平了道路 最后呢我想稍微讲一下SIMClear这篇论文里的这些贡献 第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数据增强 那像这个图词里呢就是SIMClear这篇论文呢 就使用了这么多的这个数据增强的方法 从最开始的这个原始图片 到裁剪 到改变色彩 到旋转 到使用CutOut 还有使用高新的噪声和高新Blur 以及最后呢使用Sober的这种滤波器 真的是把前人想到的这些数据增强的方式呢 全都用了个遍 然后呢为了让读者知道到底哪些数据增强有用 哪些数据增强没用 作者还做了详细的这个消融实验 在这个图里呢除了最后一列是Average呢我们先不看 那剩下的数字呢就是这七种数据增强 也就底下这七种数据增强 他们两两互相合并之后的这个效果如何 比如说呢中间的对角线呢其实就是使用一个数据增强的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呢就是使用Crop Crop 就一个数据增强 那不是对角线上的那些数字呢 比如说这个数字就意思就是说同时用了Crop和CutOut 我们这里会发现啊 其实最有效的两个数据增强呢就是这个Crop和这个Color 也就是随机的彩减和随机的这种色彩变换 其他的数据增强呢其实最后都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 但这两个呢是必须得有的 另外一个我很想提的点呢就是说 SimClear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个非线性变换 也就是说在编码器后面加一层MLP 我们可以看他这里画的这个图8啊 就是说如果H是一个RES50出来的特征 也就是2048维的话 那这个Z呢就是经过了这个Projector之后的维度 一般呢是128 然后这里的这个ProjectionHead就Projector呢这个G函数 其实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全连接层 还有一个ReLU的激活函数 那这个ProjectionHead呢就指的是这里的这个 Non-linear 之所以是Non-linear 因为它有这个ReLU的激活层 ReLU就会把一个线性函数变成非线性的 那它这里的这个Linear是这个线性值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不要这个ReLU 只加一层全连接层就可以了 那这个None呢其实就是说像Inval Spread 或者像Mocal一样就是直接编码器出来的特征呢 拿去做对比学习 我们就不要这个ProjectionHead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 如果你用这个Non-linear的层呢 相比原来什么都不用 这个结果呢提了十几个点 那比如说这里呢是50吧 这块呢都已经是60多的这个准确率了 所以说提点呢是非常显著的 第二个观察呢就是说你这个Z 最后的维度不论是3264还是2048呢 其实都没太大区别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比学习呢 现在一般都选一个比较低的这个特征维度 因为128就够了 再高再低呢其实最后的结果也没有太大变化 那因为这里呢提升10个点实在是太过诡异 所以作者呢还做了很多实验去验证这个想法 比如说在这个表3里呢就做了一些实验 但是呢也仅仅是一些实验 并不一定能真的证明这个事 所以这里我也就不多说了 至今呢好像也没有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那读完了Moco和SimClear 接下来呢就该说MocoV2和SimClearV2了 因为Moco和SimClear的结果实在是太过惊艳 所以从2020年开始呢就掀起了一波对比学习的狂潮 基本上每天你只要去刷archive都会有对比学习的论文 这波热浪呢一直到20年年底 VisionTransformer出来以后才逐渐小腿 那现在我们来看MocoV2 MocoV2呢其实是一个只有两页的一个技术报告 严格意义上呢不算是一篇论文了 但即使只有两页呢 给我们的这个信息量呢也是相当大的 MocoV2呢主要就是说在看到SimClear这个比较好的结果以后呢 他们发现SimClear里的那些技术呢都是极差极用型的 所以说呢他们就把那些技术拿过来了 他自己说就在Moco上面做很简单的改动 把这个MLP Projection Head 以及呢就是使用更多的这个数据增强 我们呢就又刷新了ImageNet上的这个最好成绩 不仅比之前的Moco高很多 而且比最新的这个SimClear呢也要高很多 大家注意一下SimClear呢是2月13号才放到archive上的 然后这里面这MocoV2呢是3月9号就放到archive上了 所以说这个节奏是相当快的 那MocoV2具体进行了哪些改进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表异力体现出来了 准确的说就四个方面 加了一个MLP层 加了更多的数据增强 以及训练的时候呢用了这个Cosine的Learning Rate Schedule 就这块的Cos 最后呢就是训练更长的Epoch 从200个呢变到了800个 我们现在先来看在ImageNet上的这个结果啊 ImageNet上结果呢就首先他把这个就是灰色了一点的这个结果 就76.5呢属于是有监督的这个机械模型 然后呢MocoV1呢只能达到60.6就差的还是比较远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在上面加上这个ProjectionHead MLP层呢 一下这个准确率呢就提高到66.2了 就一下涨了6个点 所以说啊加这个ProjectionHead 不光是对SimClear有用 对Moco也有用 其实呢对其之后的很多方法呢都有用 像Swav里呢也用了 Bll也用了 大家都用了 然后呢如果使用更强的这个数据增强呢 就是也能提3个点吧 从60呢到63 但是呢是不如MLP提升的多的 然后如果把这个MLP和Argumentation一起用呢 就已经到67.3了就非常高了 再加上这个Cosine的这个学习率呢 就是说到67.5还能再提0.2个点 那这个提升呢就很小了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呢就是如果训练更长的时间 训练800 Epoch呢就能再提高很多到71.1 SimClear的结果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他训练更久的话呢 他的结果也会提升很多 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 就连凯明最新的这个MAE这个工作呢 他们也是训练了1600个Epoch 而且的这个效果呢还在继续往上涨 就这个无监督学习啊 他真的是训练的越久 或者模型越大呢 他的结果就会越好 接下来呢作者主要就是跟SOTA去比一下 其实也就是MocoV1和SimClear这些工作 在这训练200个Epoch的情况下呢 MocoV2比SimClear呢高了大概一个点 如果呢在训练更长的时间 就是说在训练800个Epoch的时候呢 MocoV2呢能到71.1 比SimClear训练了1000个Epoch 还要好将近两个点 所以就意味着呢 MocoV2能更好的利用数据 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呢取得更好的结果 那接下来呢作者又再次强调了一下 为什么要用Moco啊 以及Moco相比于SimClear的这个优越性 其实呢这个优越性呢就在于这个硬件 你玩不玩得动 接下来他在这个表3里说了 这个机器的这个内存呢 以及这个训练的时长 是我们接下来要比的 这里面MocoV2的作者使用的机器配置呢 是8张V100的这个显卡 我们可以看到呢 Moco呢在普通这个Batch Size 256的情况下呢就能训练 内存呢只消耗5个G 就其实你还有很多的剩余空间 你还可以再加大Batch Size 或者再增大这个模型都可以 就它非常省内存 而且训练一个模型呢也只需要53个小时 在ImageNet的这种规模的数据集上来说呢 两天多的时间呢已经算是很快了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呢换成N2N 这种端到端的学习 也就我们之前说的这种 英文Spread或者SimClear 这里呢主要指的就是SimClear 我们如果只用小Batch Size 256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上面这个表2啊 SimClear在小Batch Size的情况下 只有61.9的结果 相对MocoV2来说就差很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之前说过的 这字典不不大嘛 提供的费用本不够多 所以导致对比学习这个对比呢不是很有效 而且不光是效果低啊 它的这个内存占用呢也7.4G 也明显高啊 训练的时长呢也多了十几个小时 就是全方位呢都不划算 那如果我们想要端到端的这个学习 走4096的这个Batch Size 就是说让它的Performance变好就变成66.6呢 虽然说还没有MocoV2好 但差不多了 就是说像性能上呢差不多 那它对硬件的要求呢就太高了 比如说对GPU的这个内存要求呢 它就需要93个G的内存 它这里画了个角柱啊意思就是说这只是他们的估计 那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么大内存的GPU 所以说它只能估计一下 那这个训练时长呢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这种端到端的学习方式 包括SimClear啊BOL啊SWav这些 他们其实默认的呢都是用8台拔卡机去做训练的 也就是有64张GPU 你才能在一两天这个合理的时间内呢把这个训练完成 而Moco呢只需要一台拔卡机 就可以在两天的时间内完成 所以就像我上次说一样 大佬真的是给我们送福利了 真的是把我们能玩得动的这种对比学习呢 送给了我们 那说完了MocoV2 接下来我们就读一下SimClearV2 但其实啊SimClearV2只是这篇论文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它只是说了一下怎么从V1变到V2 就是一个模型上的改建 而事实上呢这篇论文大部分的内容呢 都在讲如何去做这个半监督的学习 它主要想说的一个事呢就体现在这个它的这个标题里了 就是说非常大的这种自监督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呢 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半监督学习 我们也可以从它这个模型总览图里看出来啊 它这个图3里就大概说了一下 他们这篇文章呢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SimClearV2了 就是怎样自监督或者说自监督的对比学习 去训练一个大的模型出来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说一旦你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模型呢 你只需要一小部分的这个有标签的数据 然后去做一下这个有监督的V条 然后你一旦V条结束了呢 就相当于你有一个Teacher模型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Teacher模型呢去生成很多尾标签 这样你就可以在更多的这个无标签的数据上呢 去做这种自学习了 它整个这个框架呢 其实也是受启发于Google的另外一篇工作 它就19年的一篇叫Noisy Student的工作 Noisy Student呢就是在ImageNet的数据集上 先训练了一个Teacher模型 然后在GFT300M那个数据集上呢 生成了好多好多的尾标签 然后最后一起训练了一个这个Student模型 而这个Student模型呢算是ImageNet上的Sota 就大概是88点多的这个准确率吧 霸占了ImageNet上这个Sota呢很长时间 不能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 我们其实在讲Vision Transformer那些论文的时候呢 Vision Transformer就跟这个Noisy Student比过 因为截止到那个时候呢 Noisy Student还是ImageNet上的Sota 但这个呢就跟我们今天要说的对比学习串烧呢 就跑偏的很远了 所以我们不会说这个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我们主要就说一下这篇论文的作者 是怎么把SimClear V1变成SimClear V2 作者呢其实就在第三页 大概花了半页的篇幅来讲一讲 怎么把V1变成V2了 其实呢大概就是提高了这三个点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其实都公认的一个事实 就是用更大的模型呢 无监督训练就会训练的更好 所以他们这里呢就换了一个更大的模型 就是换了一个152层的这个残差网络 同时用了这个Selected Chrono就SKNet 就这个骨干网络啊变得非常的强 这是他做的这个第一点改进 然而第二点改进呢就是之前 SimClear说这个Projection Head 就是那个MLP层不是特别有用吗 而且Moco V2也证明了啊 特别特别的有用 所以SimClear的作者就想那一层都这么有用了 我要把它再变深点会不会更有用呢 所以他就试了是啊变成两层变成三层 这个性能会不会继续提升 最后他发现呢其实就两层就够了 就是原来呢是FCRELU 那现在呢就是FCRELU FCRELU就一层变成两层的MLP 这个效果呢就最好了 所以这个呢是第二点改进 就是加深了这个Projection Head 第三点呢就是他们也使用了动量编码器 他这里说Motivated by 29 29呢就是Moco V2 这个20呢就是Moco 就是SimClear的作者发现呢 Moco的这个动量编码器呢 真的是很管用 所以他们也想试一试 而事实上呢这个动量编码器真的管用 后面这个BYOL他都用了动量编码器 但在这里呢作者说这个动量编码器啊 在SimClear里的这个提升呢并不是很大 可能就提了一个点吧 具体原因呢他们其实说 因为他们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mini batch了 所以要么是4096 要么是8192 所以他们的副样本呢已经相当多了 所以不论是从字典的大小 还是从字典里特征一致性来说呢 SimClear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说你再加这种对列 或者加这种这个动量编码器呢 其实都不会带来很大的提升 那其实到这呢 SimClear V2就也讲完了 它也是快速的很简单的做了三个改进 第一个就用更大的模型 第二个就是加深了Projection Head 第三个呢就是也用了动量编码器 所以如果不算半监督学习的内容的话呢 SimClear V2呢也是一个两页的技术报告 而且呢不论是SimClear V1还是V2 它都只做了分类这个任务 但是Moco呢就广泛的很多了 我们之前也讲过啊 至少做了四五个下游的任务 而且刷了很多的数据机 所以呢 Moco系列工作就更CV friendly 所以它投的呢都是CV的会议 而SimClear呢 SimClear V1就是SAML 而SimClear V2呢就是NEWRIPS 所以说啊 投对口的会议也很重要 那讲完了CV双雄 Moco和SimClear之后呢 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swav这个工作 这个swav的缩写呢 就是这个是swapped 这个是assignment 这个是wheels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给定我同样一张图片 如果我去生成不同的视角 就不同的wheels 的话呢 我希望可以用一个视角得到的特征呢 去预测另外一个视角得到的特征 因为所有这些视角的特征呢 按道理来说都应该是非常接近的 然而这篇文章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把对比学习 和之前的巨类的方法合在了一起 当然这么想呢也不是偶然 因为首先呢 巨类的方法也是一种 无监督的特征表示学习方式 而且呢 它也是希望相似的物体呢 都聚集在某一个巨类中心附近 而不相似的物体呢 尽量推开推到别的巨类中心 所以跟对比学习的目标呢 和做法呢都比较接近 另外呢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作啊 其实之前一直也是做巨类的 它之前呢就做过Deep Cluster这篇工作 也是一篇非常好的无监督学习的论文 那具体Swap是怎么和巨类的方法 融合起来的呢 我们来看图一啊 图一呢 它就把之前对比学习的方法总结了一下 画到了这个左边 然后呢把他们的Swap的方法呢 画到了右边 这样就比较好对比 这两种方法倒比区别在哪里 那左边当然很好理解了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同一个图片 做两次这个数据增强 就得到了X1、X2 然后呢所有的样本通过一个编码器 那这个编码器呢 有可能就是一个Res50 也有可能是一个Res50 加了一个Projection Head 它这里没有明说 那反正就是所有的这些呢 都属于一个模型 最后这个模型呢 就给我一个特征 那一旦你有了这个特征呢 你用它去做一个对比学习的Loss就可以了 但是Swap说啊 你这么做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呢你直接拿所有图片的这个特征啊 去跟特征去做这个对比 有点原始而且有点费资源 因为所有的图片都是自己的类嘛 所以其实我们像Moco一样取了6万个负样本 这还只是个近似 因为其实你所有的数据集 所有的负样本呢理应是128万个图片的 那Swap的作者就想 那我们能不能不去做近似呢 我们能不能借助一些鲜艳信息 不去跟大量的费样本比 而去跟一些更简洁的东西比呢 然后呢 Swap的作者就想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去跟这个聚类的中心比 那聚类中心呢 就是右图里画的这个C 也就是这个Prototype 它其实呢就是个矩阵 它的维度呢是D乘以K D呢就是特征的维度 这里的D啊 和这里特征的这个D呢是一样的 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说的128维 那这个K呢就是说你有多少个聚类中心 那在这篇文章中呢他们选的是3000 也就是说你有3000个cluster center 3000这个数字呢也是之前的一些剧烈方法 在ImageNet这个数据集上常用的一个参数 那一旦有了这个C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Swap的这个前向过程 那前面呢还是都一样的 你有一个minibash的图片 你做两次数据增强 得到X1X2 分别通过编码器 得到最后的特征Z1和Z2 但你有了Z1和Z2之后呢 你并不是直接在这个特征上呢 去做对比学习的Loss 而是说你先通过一个clustering的方法 让你这个特征Z和这个Prototype C呢 去生成一个目标 也就是这里的Q1Q2 那这个Q1Q2呢就相当于是一个Ground Truth一样的东西 那他真正要做的这个代理任务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说啊 如果你这个X1X2是正样本的话呢 那你这个Z1和Z2的特征呢就应该很相似 也就跟之前对比学习这块说的是一个事 就你这个Z1和Z2啊要尽可能的相似 那如果说你这个两个特征非常相似 或者说含有等量的信息的时候呢 你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可以互相去做预测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拿Z1这个特征去跟C啊 去做点成 我按道理来说呢也是可以去预测Q2的 反之亦然就这个Z2呢和这个C去做点成 你也可以去预测这个Q1的 所以说啊这个点成之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预测 而Ground Truth呢就是之前按照clustering分类而得到的这个Q1和Q2 所以通过这种Swapped Prediction就是换位预测的方法呢 Swap可以对这个模型呢进行训练 那我们现在来强调一下用剧类的好处到底有哪些呢 首先就像Swap这篇论文里讲过的一样 如果你是要跟很多的副样本去做类比呢 你可能就需要成千上万的副样本 而且即使如此你也只是一个近似 而如果我们现在只是跟剧类中心去做对比呢 我们可以用几百或者最多三千个剧类中心呢就足以表示了 因为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类嘛 你看ImageNet也就一千类 coco才80类 所以说啊三千个剧类中心就足够用了 那这个相对于几万个副样本来说呢还是小了很多的 那第二个用剧类的原因呢 就是说这些剧类中心它是有明确的语意含义的 而如果你之前只是随机抽样副样本去做对比的话呢 那些副样本有的可能还是正样的 而且有的时候抽出来的副样本呢这个类别也不均衡 所以不如使用剧类中心啊有效 那其实这个呢就是swab 的基本思想了 如果对剧类算法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呢 我推荐你们可以先去看Deep Cluster Deep Cluster 2 然后再来看这篇swab 的论文 相信你肯定会有很多收获 那之前几篇论文呢我们都没有看结果 因为如果每次都看结果呢就有点多余 因为其实都是一条线的工作嘛 但是swab 因为它的结果非常好 它不仅比我们之前讲过的方法这个效果好呢 它其实比我们之后要讲的BYORSIM SAM这些都好 算是卷积神经网络里用RES50 分刷的最高的一篇工作了 也就这里看到的75.3 这个表里的性能呢 其实做的还是ImageNet上的这个Linear Evaluation 也就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你提前预训练好一个模型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模型的backbone冻住 我们只训练最后的那个全连接层 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啊不是对比学习的方法呢 都还比较低啊 可能都是在60以下吧 那有了对比学习以后呢 从Moco开始基本上就上60了 然后CPC v2刷到63.8 SIM Clear刷到70 Moco v2刷到71.1 之后我们讲的BYORS呢 其实74点几 SIM SAM的行也是74点几 所以说呢 SWAB的这个75.3呢 就算是最高的了 而且这个75.3呢 是你把backbone冻住的情况下去做的 如果你跟这里这有监督的基线模型去比的话呢 这个有监督的基线模型 可是从头到尾都在ImageNet上训练的 那最后的结果呢也就是76.5 所以说SWAB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逼近这个结果 而且呢当你使用更大的模型的时候 也就是像这个右图里说的一样 就是你把一个RES50呢它变宽啊 也就是这里的2倍4倍5倍这么宽的时候呢 SWAB的结果还能不停的涨 但是用最大的模型就是用5倍的模型的时候呢 SWAB已经跟有监督的模型呢差距非常的小 而且呢SWAB也是要被SIM Clear乘2 SIM Clear乘4也要高的 所以说从性能上来讲呢 SWAB是真的不错 但其实让SWAB有这么好的性能呢 不光是因为它和剧类的方法融合在了一起 它另外一个主要的性能提升点呢 来自于一个Trick 叫MultiCrop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之前的那些对比的学习方法呢 都是用了两个Crop 也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正样文对 X1X2就两个图片 比如像我们左下角这个图画的一样 本来我们有一个图片呢 先Resize到256乘256 然后呢我们就随机Crop两个24乘24的图片当成X1X2 那因为这两张图片呢都非常大 所以它们重叠的区域呢也非常多 于是呢它们就应该代表是一个正样本 但总之呢就是两个Crop 但SWAB的作者就想了 你用这么大的这个Crop 你明显抓住的呢是整个场景的这个特征 如果我更想学习这些局部物体的特征 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最好呢我们是能多个Crop 也就是说我去这个图片里啊 去多去Crop一些区域 那这样不就能关注到一些局部的物体吗 但是呢你增加这个Crop 也就是说你增加这个Will呢 你这个模型的计算复杂度一下就上去了 因为你相当于使用了更多的正样本吧 那如何能同时使用更多的正样本 而又不增加太多的这个计算成本呢 那作者就想了这么一个招 就说呢我做点取舍 原来我不是取了两个224乘224的这个Crop吗 那我现在呢把这个Crop变得小一点 我变成160 也就是说我取两个这个160的这个Crop 去争取学这个全局的特征 然后呢为了增加正样本的数量 为了学一些局部的特征 我再去随机选4个 这个小一点它就做Crop 然后这4个Crop的大小呢是96乘96 那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你现在有6个视角了 而不是像原来一样只有两个视角 所以你的正样本的数量呢增多了 但是呢通过这么一种取舍 你整体的这个计算代价呢还是差不多的 别看这个想法很简单 但这个MultiCrop的技术啊真的很有用 而且它不光是对Swap有用 它对其他的这个对比学习的方法呢也有用 作者其实在后面这个图3里呢就做了一些实验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机械模型呢就是2乘24 然后他们用了MultiCrop的这个技术呢就是2乘160加上4乘96 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MultiCrop的技术用到SIMClear上会如何呢 你会发现它涨了2.4个点 这个涨幅啊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如果把MultiCrop这个技术用到BYOL上呢 有可能BYOL会比Swap的效果高 接下来作者呢又对比了一些这个聚类的方法 他说啊对于聚类的这些方法呢 用这个MultiCrop的方式呢提点就更多了 对于这几个方式来说呢都提了4个多点 更是非常显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没有这个MultiCrop的这个技术呢 我们把这4个点拿掉 那其实Swap的这个性能呢也就跟MultiCrop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一个纯聚类的方法 或者说聚类和对比学习结合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优势 真正提点的呢是这个MultiCrop的这个技术 而且MultiCrop这个技术呢其实非常普世了 它其实就是一种思想 就是说全局的和这个局部的特征呢我都要关注 所以说接下来的很多工作啊也都借鉴是MultiCrop的这个技术 而不是Swap这篇工作本身 本来还计划讲一下CPC和CMC的一些延伸工作 就是CPCv2和InfoMe 但是鉴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细说了 简单提一下就是CPCv2呢 其实也是融合了很多的技巧 它用了更大的模型 用了更大的图像块 做了更多方向上的这个预测任务 把BatchNorm换成了LayerNorm 还使用了更多的这个数据增强 所以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CPCv2呢直接就把CPCv1 之前在ImageNet上40多的这个准确率呢 一下就拔到70多了 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其他那些方法呢 这个效果就差不多了 InfoMe呢其实是CMC的作者 做的一个分析型的延伸性工作 它论文本身的名字呢叫 What makes good will for contrasted learning 就是我们到底选什么样的视角呢 才能对对比学习最好 但它主要呢是提出了一个InfoMe的原则 就是最小化互信息 MinimizeMuteInformation 那这个乍一听了你觉得可能有点奇怪 因为之前像我们说的 大家做的呢都是MaximizeMuteInformation 都是想要两个视角之间的这个互信息 达到最大 那为什么作者这里也想让它达到最小呢 其实这里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最小 作者其实这里想说的呢 他想要不多不少的这个互信息 如果你最大化这个互信息以后呢 比你所需要的这个互信息要多 那也是一种浪费 而且有可能放话呢做的不好 但如果你这个互信息呢 比你所需求的这个互信息要少 你有可能就达不到最优的性 所以这个呢才是作者的本意 就是不能一味的最大化这个互信息 而是要不多不少刚刚好 然后按照他们这个InfoMe的原则 去选择合适的数据增强 然后拿到合适的这个对比学习的视角以后呢 所以发现对于很多的方法呢都有提升 他们最后的结果呢 在ImageNet上也有73 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二部分基本就说完了 我们发现呢 其实到了第二阶段呢 很多细节呢都趋于统一了 比如说目标函数呢 就都是用InfoNCE 或者InfoNCE类似的目标函数去算的 比如说模型呢 最后也都皈依到 用一个编码器后面加一个Projection Head 然后呢 大家也都采用了更强的这个数据增强 也都想用这个动量编码器 也都尝试着去训练的更久 最后在ImageNet上的这个准确度呢 也逐渐逼近于这个有监督的极限模型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阶段 说一下不用复样本的对比学习 其实第二阶段里我们讲的SWAB呢 就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它可以算是一个乘上几下的工作 因为它也没有用复样本 它用的是剧类中心 那它毕竟呢 还是有一个明确的对比的对象 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BYOL和SameSame 它其实就是正样本自己在玩 已经没有复样本或者剧类中心 这样明确的一个对比的东西去做对比了 那我们先来看BYOL BYOL呢 其实就是这句话的头几个字母 Rootstrap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什么东西了 然后你在它之上呢 去进行改造 Latent呢 其实就是特征的意思 当你看论文看到什么Latent Hidden Feature Embedding 这些其实都是特征的意思 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用法而已 它这个BYOL的意思呢 就是我自己跟自己学 我左脚踩右脚我就上天了 所以说呢 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 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呢 很有自信 那说是 a new approach to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我们是一种全新的方法 因为他们呢 完全没有用任何形式的复样本 那为什么不用复样本就这么新奇 这么吸引人注意呢 是因为啊 在对比学期中 这个复样本呢 是一个约束 如果你在算目标函数的时候 你只有正样本 那其实你的目的呢 就只有一个 那就让所有相似的物体呢 它们的特征也尽可能的相似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捷径解 就是说如果一个模型 不论你给它什么输入 它都给你返回同样的输出 那这样的话呢 它出来的所有的特征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拿这个去算对比学习的Loss呢 那就都是零 意思就是模型直接就躺平了 它直接用这个捷径解 就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Loss永远是零 模型根本都不用学 而只有加上复样本的这个约束呢 就是说不光相似的物体 要有相似的特征 然后不相似的物体呢 要有不相似的特征 这样呢模型才有动力去继续学 因为如果它输出的所有特征都一样呢 那在副样本这边 它的这个Loss呢就无穷大 所以它必须想个办法 让正样本和副样本的Loss呢 都往下降 达到一个最优解 所以说呢 副样本在对比学习里呢 是个必须的东西 它能防止模型啊 学到这个捷径解 很多论文里也管这个呢 叫Model Collapse 或者Learning Collapse 就是模型坍塌 或者学习坍塌 说白了就是什么也没学到 副样本呢 就是为了限制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BYOL之所以神奇呢 就是说它就没有用副样本 就正样本自己跟自己学 最后在ImageNet上呢 也达到了74.3的这个Top1准确率 也是相当高了 因为BYOL这篇工作呢 是20年6月份出来的 跟Swap呢是同期的工作 所以它不用跟Swap去比 那在这之前呢 这74.3就是最高的 那BYOL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让它不需要副样本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图2 然后模型总览图 看看BYOL这个前向过程 到底是怎么做的 同样 如果你有一个minibatch的输入X 然后你经过两次这个数据增强以后呢 你就得到了V和VP 然后呢图片通过编码器得到特征 那上面这一支通过的编码器呢 叫Fθ 那下面这个通过的编码器呢 叫Fc 文章里说啊 这两个编码器呢 使用是同样的网络架构 但是它们的参数是不同的 这个Fθ呢是随着梯度更新而更新的 而这个Fc呢就跟Mocal一样 是用moving average的这种形式去更新的 其实就是使用了动量编码器 然后呢这里得到的特征 如果是RES50的话呢 就是2048维的一个特征 接下来呢跟SimClear一样 用了一个projection head 它们这里叫projector 就是通过Gθ这个函数 得到了Zθ的这个特征 那这个Zθ呢在这里是256维 比之前的128呢大了一点 它们发现这个效果好一点 同样的底下这个Gc呢 其实跟Gθ是一样的网络结构 但是呢参数不一样 也是通过动量的这种方式呢去更新的 接下来呢就到了有趣的地方 那之前对比学习的方法呢 当你得到这两个特征 Zθ和Zc以后呢 你就像SimClear一样 需要让它们呢尽可能的接近 需要达到maximum agreement 但是这里呢 BYOL没有这么做 它们呢又加了新的一层 它们加了一个叫predictor的东西 Qθ 这个Qθ呢 它们说跟这个Gθ的网络结构呢 是完全一样的 就也是一个MLP 然后这样呢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特征 就是QZθ 然后他们说呢 他们想让他们的这个预测 跟底下这个Zc 尽可能的一致 就是把原来一个匹配的问题 换成了现在一个预测的问题 那这个跟swav呢也有点像 因为swav呢也是把一个配对的问题 换成了一个预测的问题 但是呢 swav还是借助了一个剧类中心 去帮助你做这个预测任务的 但是BYOL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自己去预测自己 然后这个模型就学起来了 它这里这个SG啊 就是stop gradient 这里是没有梯度的 这个跟moco就很像了 上面这一支呢 相当是个query编码器 那下面这一支呢 相当是key的编码器 然后key的编码器呢 都是query编码器的这个动量更新 但不一样的是呢 它的代理任务不一样 它相当于是用自己一个视角的特征 去预测另外一个视角的特征 通过这种预测型的任务呢 去完成模型的训练 这个呢就是BYOL的这个训练过程 看起来相当简单 而且作者说跟别的工作一样 就是当我训练完成以后呢 只有这个编码器留下了 剩下所有的东西呢都被拿掉了 最后呢就是这个Yθ 也就是这个2048维的特征呢 去做这个下游任务 那它训练网络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目标函数呢 这里也很有意思 他们直接用的呢就是这个 min squared error mse loss 因为现在就是两个向量嘛 一个是你预测的这个qθ zθ 一个就是你的target zc 然后你现在呢就是想让他们尽可能的接近 所以你算一个mse loss就可以了 这个跟之前对比学习用的那些目标函数呢 全都不一样 所以说啊BYOL虽然看起来呢 有SimClear的影子啊 也有Moco的影子 比如说SimClear的这个projection head 还有Moco的这个动量编码器 但是呢它用的目标函数不一样 而且它也没有用复样本 它就用这种自己预测自己的方式 就学到了很好的这个特征表示 所以说啊在它放到archive之后呢 Reddit啊Twitter啊知乎啊 全都引起了剧烈的讨论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你不用复样本 模型的学习怎么能不坍塌呢 其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呢也觉得很神奇 所以它后面呢也提供了一些解释 但是它的解释呢比较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博客 我们说的比较有意思的博客呢 就是这一篇 题目呢就是如何去理解BYOL 这篇博客的作者呢 其实也是看到BYOL之后呢 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就尝试呢去浮现了一下 结果在浮现的时候呢遗漏了一个小细节 从而导致呢它的模型呢就训练不动 就出现了这个模型坍塌的现象 但他们就觉得呢 毕竟这是deep mind的工作 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应该不是论文的问题 肯定是他们自己浮现的问题 所以他们自己呢就去仔细检查了检查 结果发现呢确实是遗漏了一个很小的细节 这个细节呢又跟BatchNorm有关 那在我们讲他们有什么发现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次BatchNorm又带来了什么麻烦 因为我之前没有好好说 这个projection head里面这个具体的结构 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SimClear SimClear就是说你有一个图片 然后进了编码器以后呢 你就得到这个embedding 就是这个特征Y 然后这个特征Y呢是2048维的 然后你把它扔给这个Gθ 就是一个projection head 也就是它画到这边的这个MLP 那这个MLP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呢 就它有一个全联阶层 然后有个BatchNorm 然后有个REALU激活函数 然后又有全联阶层 然后BatchNorm 那第一个这个全联阶层的维度呢 是2048乘2048 那第二个呢就是2048乘128 就把这个维度呢降下去了 然后这个128的特征呢 就是最后用来做对比学习的那个特征 但是我们注意啊 这里面呢是有两个BatchNorm操作的 我之前也没有特别强调 所以这里呢就再强调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MocoV2 因为MocoV1呢它没有用projection head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讲MocoV2 MocoV2呢确实是用了这个projection head 就是这个Gθ 但是它们的Gθ里面呢是没有BatchNorm 它们就是直接全联阶层 然后REALU然后又全联阶层 同样的第一个全联阶层还是2048乘2048 第二个全联阶层呢是2048乘128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BYOL这次的主角 那BYOL里面呢这个Gθ Gc呢 其实都是projection head 而这个Qθ呢是prediction head 这三个东西呢用的都是同样的结构 就是同样的右边这个紫色的 这个MLP结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结构里面呢 是全联阶层BatchNorm REALU全联阶层 它第二个全联阶层后面呢是没有BatchNorm 但是第一个后面呢是有BatchNorm 也就是因为这点小小的差别呢 造成了这次这个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之前说的MocoV2的代码呢 写的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又是基于PyTorch 所以这篇博客的作者呢 就是借鉴MocoV2来复现的BYOL 但是因为MocoV2里那个projection head呢 是没有BatchNorm 所以他们在复现BYOL的时候呢 这里也没有用BatchNorm 所以他们的MLP呢就是 全联阶层 REALU全联阶层 然后模型的学习呢就坍塌了 然后这篇博客的作者呢就觉得 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 所以他们赶紧呢又做了一些额外的实验 就像这个表里头显示的一样 这个表里的这一列projection呢 就指的是那个projector里 到底用不用BatchNorm 还是用别的规义化方式 然后这个呢就是prediction里 用不用BatchNorm 或者用别的规义化方式 然后目标函数呢 对于这种对比学习的方式来说呢 用的是交叉商函数 然后所有对于BYOL来说呢 都用的是L2也就是MSE loss 这个contrastor对比呢我们接下来讲 这里这个performance性能呢 其实他们是在一个STL10的数据集上做的 不是ImageNet 但是这个衡量标准呢还是准确度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做了哪些实验呢 首先我们来看最后一行Random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随机初始化的残差网络 然后我们拿这个残差网络去抽特征 然后在这个特征上呢训练一个全联阶层 最后的结果呢有28.8 就是说这个呢就是随机结果 就是根本没有学习的结果 然后我们看这一行 如果他们做的是正确的BYOL 就是说在projection head和prediction head里头呢 都用了BatchNorm 最后的结果呢就57.7 那这个呢就是最高也就是正确的那个结果 但其实他们刚开始做的实验做的是哪个设置呢 他们其实做的是这个设置 就是没有诡异化 就是他们既没有在projection head里头用这个BatchNorm 也没有在prediction里用这个BatchNorm 最后的结果呢就只有28.3 那就跟这个随机的结果呢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模型坍塌了什么都没有学到 然后作者就尝试了几种变体去做一下这个消融实验 那就是说要么在projection head里用BatchNorm 不在prediction里用 要么就是在projection里不用 在prediction里用 他就发现啊 只要你哪块放一个BatchNorm呢 最后的结果就还行 就算这个48有点低 但至少说明模型在学习 它没有坍塌 作者这时候呢就强烈怀疑 肯定是BatchNorm惹的事了 那正常的想法很自然 下一步就说那我换一个规划方式行不行呢 那我就换成这个layer norm 作者呢就在这个projection head和prediction head里面 都用了layer norm 然后他就发现哎 这个性能呢确实就又掉下去了 就又变成29.4 那就跟这个随机一样了 就说这个模型呢 他就又坍塌了 又什么都没学到 所以说呢作者最后就总结 说BYOL训练的时候不坍塌 肯定是跟这个BatchNorm呢有一点关系 那有什么关系呢 那作者就说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这个简单那个结论 就是说你BatchNorm这个操作是干了什么事呢 你是把一个Batch里所有样本的特征呢 拿过来算一下他们的均值方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Running Mink Running Variance 然后用这个整个Batch 送来的这个均值和方差呢 去做规御化 那这也就意味着 当你在算某个正样本的这个Loss的时候呢 其实你也看到了其他样本的这个特征 也就是说啊 这里面是有信息泄漏的 Moco那篇论文里我们也讲过 他有一个操作呢叫做ShuffleBN 就是也是为了防止这种信息泄漏的 那这篇博客的作者就说呢 因为有这种信息泄漏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Batch里的其他样本呢 想成是一种隐式的这个负样本 然后作者说 换句话说 当你有了BatchNorm的时候呢 CIOL呢 其实并不是光是正样本在自己跟自己学 他其实呢也在做对比 他做的对比任务是什么呢 是说当前的这个正样本这个图片 跟你这个平均图片有什么差别 而这个平均图片呢 就是BatchNorm产生的 还有之前很多图片的这个统计量 这个就跟Swave很像了 因为Swave呢就是没有跟负样本去比 他是找了个聚略中心去比 而这里呢BatchNorm的生成的这种平均图片 其实就相当是一种剧类中心的意思 也就这篇作者说的就是这叫Mode 就是中值的意思 所以说呢讲到这儿 这个故事就比较完整了 这篇博客的作者呢就认为BatchNorm 是BYOL能够成功的关键 他其实呢是做了一种隐式的对比学习 那这个观点呢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了 因为听起来确实很合理 而且他后面做了很多实验呢 也全都验证了他的观点 BatchNorm呢确实至关重要 拿掉BatchNorm以后呢 这个模型就是不好训练 对超三数的设置呢非常的敏感 招有不慎呢他就啥也不学了 但是BYOL的作者看到这个以后呢就急了 就觉得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要用这种方式去解释的话 那BYOL的这个创新性呢大大就降低了 因为他还是没有逃脱出对比学习的这个范畴 他还是找了一个东西去做对比 那BYOL的这个故事呢他就讲不圆了 所以他们赶紧用做实验 看看能不能找到另外一种解释 为什么BYOL能够不模型坍塌 那大佬呢就是大佬 很快就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去解释这个现象 迅速写了一篇论文来做回应 他的题目呢很有意思 上来就说这BYOL即使在没有BatchNorm的时候呢 照样能工作 而且他甚至把这个event协体了 真的就是用来回应那篇博客的 因为BYOL的作者呢不想让大家觉得 BYOL的成功呢是依赖于BatchNorm 然后BYOL的作者呢上来就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非常详尽的实验 看看问题呢到底出在哪 我们来看这个表一啊 他这个实验呢就是说我在这个encoder 就编码器就那个res50里呢 到底用不用BatchNorm 还是用LayerNorm 还是什么都不用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projector里 用不用BatchNormLayerNorm 或者说在这个predictor里 用不用BatchNormLayerNorm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虽然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表格 但其实里面呢跑的这个实验是相当多的 就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效忠实验 而且他们这里呢还和SimClear去比了 因为其实BYOL呢就是基于SimClear之上做的 他跟SimClear非常像 然后作者呢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啊 好像这个BatchNorm 确实是比较关键 因为只要是没有BatchNorm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面呢他就没有BatchNorm 然后这里面呢没有BatchNorm 这里面呢没有BatchNorm 然后你就会发现啊 SimClear呢都工作的很好 可能有一些性能下降 但是呢都还在学 但是呢BYOL呢这些呢就全都没有在学了 就模型就坍塌了 但是呢通过这个完整的效忠实验呢 作者还发现了几个特例 啊正是这些特例啊 帮助作者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 那首先就是这里 就是即使当这个Projector有BN的时候呢 那这个BYOL还是训练失败了 那这个就不能解释BatchNorm很关键了 因为如果你BatchNorm真的很关键 如果你真的能提供这个对比学习的 这个隐式复样本的话呢 我这里训练就不应该失败 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当这个编码器和这个Projector 都没有用BatchNorm的时候 Semiclear呢也失败了 因为Semiclear没有Predictor嘛 所以说这里这个Predictor无所谓了 意思就是说当你什么规御化都不用的时候呢 不光是BYOL Semiclear呢也不行 它即使用了复样本呢 它也训练不出来 所以这就再次证明了BatchNorm不是提供了 一个隐式的复样本 因为在这里即使你给它显示的复样本呢 它还是训练不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BYOL的作者和原来那个博客的作者呢 后来就达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 就是说BatchNorm呢跟它原来的设计初衷一样 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能帮助这个模型稳定训练 它能提高模型的这个训练稳健性 从而导致呢它不会去这个模型坍塌 然后BYOL的作者呢又把这个结论呢进一步的去延伸 然后他就给出来了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让这个模型初始化的比较好呢 它后面的训练呢即使离开了BatchNorm也没有问题 于是作者呢就做了另外一个实验 就是用这个GroupNorm和这个Weight Standardization 而这个GroupNorm呢就是一种规律化的方式 然后这个Weight Standardization呢就是一种模型初始化的方式 这一套方法呢其实就是VIT的原版作者 在他们之前的论文BIT里提出来了 也就是现在很多人说的那个ResNet V2 它就是用这种方式做训练的 然后换成这种初始化方式以后呢 BYOL的作者就发现哎我又能训练74左右的这个Top1准确率了 这跟原来论文里用BatchNorm 汇报的那个74.3的结果呢就非常接近了 所以作者最后呢再次强调 说这个GroupNorm或者这个Weight Standardization呢 都没有去计算这个P统计量 所以说这个版本的BYOL 也就是说这个73.9的BYOL 是没有去跟这个MiniBatch里其他的样本去做这个对比的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影视的对比 也就意味着说BYOL还是一个全新的方式 它就是很厉害 它就是能自己跟自己学 然后这个模型就能学的很好 它呢是不需要你们的这种假设 就是说BatchNorm呢提供了一个影视的这个对比学习的像 就说大家不要被那篇博客带跑篇了 赶紧来follow我们BYOL这个套路吧 这个套路没问题 别再去款复养本的事了 所以到这呢整个BYOL的系列呢也就说完了 其实这篇论文呢也只有四页 因为它就是用来回应那个博客 也没想着说真的发论文 目击达到了就行了 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Same Sam这篇论文 就是Simple Samese Network 其实呢在BYOL放到Archive上之后呢 就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在做 对这个对比学习的这个分析性工作 因为大家发现这个对比学习的成功呢 好像是被很多很小的这个点堆起来的这个性能 比如说我们一路走来可以看到 大家用了这个新的Projection Head 然后训练的时间更长 用了更多的这个数据增强 或者用这种动量编码器 用更大的Batch Size呀 总之呢好像都缺一不可 对比学习的这个性能呢 好像是一点一点被这么堆上去的 那这样呢就不是很好 是不方便于你分析 因为有太多点了 所以不知道从哪分析起 也不知道每个点到底带来了哪些这个贡献 所以呢凯明团队又再次出手 把整个过程的画翻为简了一下 最后提出了Same Sam这个结构 他说我们这个结构有多简单呢 就是说我们既不需要用这个副样本 因为它基本上是跟BYOL是非常像的 所以说它不需要副样本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大的Batch Size 第三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这个动量编码器 然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Same Sam不仅不模型坍塌 而且还能取得很好的结构 具体的这个模型总览图呢 其实就是右边的这个图一了 之所以叫Sameets Network 就是孪生网络呢 是因为一般呢它就会有两个这个编码器 但这两个编码器呢一般网络结构是一样的 而且一般是要共享参数的 所以才叫孪生网络 然后整体架构呢是跟BYOL非常一样的 就是一个图片啊变成XEXR 然后过两个编码器 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predictor 其实predictor出来的就是要去预测这边这个特征的 这里跟BYOL唯一的不一样呢 就是说它没有用动量编码器 如果我们简单看一下伪代码呢 就发现哦真的是好简单 整个前项过程呢其实就这么几行 底下这个D函数呢其实就是怎么去算loss的 他们算的呢是一个negative cosine similarity loss 那说白了就是一个mse loss 至于前项过程呢也跟刚才图里画的一样 当你得到两个视角XEXR以后呢 你先过编码器去得到特征Z1 Z2 然后再通过这个predictor去得到这个P1 P2的预测 然后因为你有两个预测嘛 所以它这里也是一个对称型的loss 就是说你既可以做这个从P1预测Z2 你也可以做这个用P2预测Z1的任务 但因为你加了两次啊所以说这里也要除以2 这个l呢就是你最后的这个loss 然后就是T度回传更新网络 然后呢作者就还做了很多实验 比如说BatchSize对模型训练的影响 还有BatchNorm对模型训练的影响 这些呢都跟BYL非常像 我就不一一说了 但最后作者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呢 之所以Same Sam能够成功训练 不会有模型坍塌 主要就是因为有stop gradient这个操作的存在 然后呢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假设 他就在第5节里做了一个hypothesis 他说啊因为有了stop gradient这个操作的存在 所以他们这个Same Sam的这个结构啊 你是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EM的算法 这个EM算法真是无所不在 感觉很多事情呢最后都可以归结到EM算法去解释 那都有点量子力学那个意思 但这里作者的意思是说呢 因为有了stop gradient这个操作之后呢 这一个训练过程或者说这一套模型参数呢 其实就被人为的P成了两份 就相当于说我们在解决两个子问题一样 然后模型的更新呢其实也是在交替进行的 然后作者接下来呢又做了一些推导 写的非常好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说呢其实到最后 你应该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K-means这个G类问题 那K-means呢其实就是分两步走的 就你每次先要把所有的点呢 分配给一些这个G类中心 一旦分配好了以后呢 你再去更新这个G类中心 然后再重而复始的去做这个操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SameSim呢又跟Smile就有点关系了 于是呢作者其实在最后呢还画了这么一张图 而这张图真的画的非常好 他就是把所有孪生网络的做法 都归纳到在这里 然后做一下这个总结和对比 首先呢是SameClear SameClear呢因为是端到端的学习 所以说呢两边呢都是有这个T度回传的 但是他呢还做的是一个对比任务 然后Swave呢他做的也是一个对比任务 但他并没有跟费样本去比 他是跟G类中心去比的 那G类中心从哪来呢 是通过这个Sk的这个算法得到的 然后我们再看BYOL BYOL呢就有一个新的贡献 也就是这里这个predictor单独画出来了 他呢就不是一个对比任务了 他呢就变成一个预测任务 要用左边呢去预测右边 同时他们还使用了这个动量编码器 那最后就到了这个SameSame SameSame呢其实整体跟BYOL呢非常像了 那你可以看到左边呢其实就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就是右边呢没有用动量编码器 所以这个对比呢还是比较简洁明了的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 之前BYOL呢也没有看结果 鉴于SameSame是一个总结性的工作 它跟之前这种里程碑式的工作呢都有对比 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表格就足够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ImageNet上 这个Linear Classification的结果 那它这里比呢都是重量级工作 从SameClear、MocoV2、BYOL到Swap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呢 从BatchSize来说呢 只有MocoV2和SameSame呢是可以用256的 其他工作都是要用更大的BatchSize 所以说凯明大佬的工作真的是好follow 然后呢前两项工作 SameClear和MocoV2呢是要用副样本的 但是呢对于BYOL来说呢它就完全没有用 那Swap呢它用的是剧类中心 那对于动量编码器来说呢 SameClear没有用 是SameClear V2用了 但是V1没有用 然后MocoV2和BYOL用了 SWAP没有用 那至于SameClear V2呢就是这些都没有用 我们来看结果的话就发现 在训练100个EPOC的时候呢 SameClear V2的结果呢是最好的 所以说明它呢学的非常快 但是呢随着训练的这个推进呢 它慢慢就不行了 它这个涨幅比较慢 到最后呢也是有71.3 但是这个时候BYOL呢已经有74.3这么高了 其实我之前也有做过很多实验 我发现这个动量编码器呢真的是很好用 也非常能提点的一个东西 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BYOL呢能够训练的这么好 当然作者在SameClear这篇论文里呢 它只是讲说把这些trick全拿掉 我正好能训练 所以说呢它没有用这个动量编码器 然后我们再来看SWAP呢 SWAP呢这里只有71.8 这个应该是没有用那个MultiCrop的技术的 所以这也就跟我之前讲SWAP的时候说的一样 就是说如果不用MultiCrop 这个SWAP呢就跟这个MocoV2差不多 还不如MocoV2 所以说只从分类来说呢这个最强的方法呢就是BYOL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游任务 下游任务就是这个表5 前面几个呢做的是这个物体检测 然后最后呢做的是一个实力分割 就是CV人必做的两个这个下游任务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针对下游任务的这个transfer来说呢 MocoV2和这个SameCAM呢其实是表现最好的 BYOL和SWAP呢也不错 但是跟MocoV2和SameCAM比呢还都差了一到两个点 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说直到现在呢如果我想去尝试一些idea 或者说尝试去做一些对比学习的工作时候呢 我还是会用MocoV2当我的极限模型 因为真的是训练快训练的稳 而且下游任务迁移的好 那讲完了SameCAM 其实第三阶段呢也就到此结束了 当然还有一篇论文叫Barlow's Twins 是沿了昆祖的一篇论文 因为宣传的很厉害啊所以说很多人也都知道 那篇论文呢就是把目标函数给换掉了 它既不是在做对比也不是在做预测 它呢是生成了一个关联矩阵 叫Cross Correlation Matrix 然后它希望这个矩阵呢 能跟一个Identity Matrix 就是对角线是1 其他部分都是0的这个矩阵呢尽量的相似 但其实说白了呢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它希望正样本呢 就是它们的相似性呢尽量都逼近于1 然后呢跟别的样本呢就尽量的不相似 相似性尽可能是0 所以说呢就是换了个目标函数 其他的网络结构啊 这个训练方式啊都大同小异 而且他们放Archive的时间呢也比较晚 已经是21年的3月份了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CV来说 早都已经是Vision Transformer的时代了 所以很快呢就被淹没了 那所以我们第四阶段呢 就是讲讲Transformer 是怎么和对比学习有机的结合起来的 那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主要就是简单的讲一下 Moco V3和Dino这两篇工作 我们先说Moco V3 Moco V3这篇论文呢 虽然题目说的是这个自监督的Vision Transformer 但其实呢Moco V3只是一种架构 所以说卷积神经网络也可以用 Vision Transformer也可以用 而事实上Moco V3怎么从V1 V2变到V3呢 作者只用了一页去讲 后面大部分的篇幅呢都在讲 这个自监督的训练VIT呢有多不稳定 他们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他们怎样用一个小小的改进 就能让这个训练呢变得更稳定 效果也更好 这个写法呢就跟SimClear V2有点像 就是说SimClear V1变到V2呢 其实只用了半页的篇幅去写 剩下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在讲 就怎么去做半监督学习的 而Moco V3呢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讲 怎么样去提高这个VIT训练的稳定性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篇论文的题目呢 叫做就一个实验性的study 然后呢大佬写摘要呢还是一贯的直白 上来就写我们这篇论文呢 并没有描述一个新的方法 这下作者就说啊 其实这篇论文就是做了一个很直接 很小的一个改动 让这个自监督的VIT呢训练的变得更稳定了 但是呢我们不得不写一篇论文 来把我们的这个发现呢告诉大家 因为自监督的训练Vision Transformer 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所以我们分享给大家看 所以这篇论文的影响力呢依旧很大 是ICCV21的一篇口头报告论文 那在讲这个训练稳定性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MocoV3到底的架构长什么样 因为没有模型总览图啊 所以我们直接看尾代码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MocoV3 其实就相当于是MocoV2和Simsam的一个合体 首先我们来看整体的框架 那整体的框架来说呢它还是有两个网络 一个是Query编码器 一个是Key编码器 而且Key的这个编码器呢是动量编码器 而且它最后的目标函数呢用的是对比学习的Loss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呢它是个MocoV2 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细节就会发现 这个Query编码器呢现在除了这个骨干网络之外 它还有这个Projection Head 还有这个Prediction Head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BILL或者说是Simsam 而且它现在这个目标函数呢也用的是一个对称项 就是说它既算这个Query1到Key2的 也算这个从Query2到Key1的 那从这个角度讲呢它又是Simsam 所以说呢MocoV3就是MocoV2和Simsam 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延伸工作 然后因为Vision Transformer的出现 所以说作者呢就很想把这个卷积神经网络换掉 换成Vision Transformer 所以的图一呢就是说是一个VIT 自监督训练的一个训练曲线 然后作者就发现呢当这个Batch Size 比较小的时候呢其实还好 这个曲线呢就比较平滑 比如说这里这个橘黄线和蓝线呢就比较平滑 不会出什么问题 这个效果呢也还行 但是呢当这个Batch Size变大了以后呢 作者就会发现这个曲线呢会莫名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训练训练呢它突然这个准确度呢就掉下来一下 再训练训练呢又掉下来一下 虽然说它每次呢还能很快的恢复上去 但是呢它恢复上去呢就不如原来的那个准确度高了 最后呢这个准确度呢也会差很多 按道理来说一般这个大Batch Size 会给你更好的结果嘛 但是在这里呢大Batch Size 反而给了你更差的结果 然后作者就觉得呢 哎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得解决 如果能解决训练的这个问题呢 很有可能就能用更大的Batch Size 去训练一个更大的Vision Transformer 从而得到更好的结果 那其实这样类似的问题呢我之前遇到过 在训练语意分割的网络时候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但我之前呢就没有深究 我看知乎上还有很多小伙伴 在看到MocoV3这篇论文以后呢也说 就他们之前在训练别的任务的时候呢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他们有人也采用类似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人呢也就没有管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个问题也可以是一个问题的很好的出发点 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呢MocoV3的作者呢就提出来一个小trick 他们是怎么想到这个解决方式的呢 他们就去观察了一下啊训练的时候每一层这个回传梯度的情况 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操作了 就一般如果你的网络训练的不好 而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呢 一般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去查一下这个梯度 然后作者就发现啊 当每次Loss有这种大幅的震动啊导致这个准确度大幅下降的时候呢 这个梯度呢也会有一个波峰 而这个波峰发生在哪呢 其实是发生在第一层 就是在你做patch projection时候 那这个patch projection是什么呢 如果读过vision transformer的论文 就知道这个呢其实是属于模型的第一步 属于tokenization那个阶段的 就是如何把一个图片打成patch 然后给它一个特征 这一步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训练的全连阶层 那作者这里就说了 你能训练当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每次你的梯度都不正常 那还不如不训练 所以说作者呢就简单的尝试一下 说我如果不让你训练 我直接把你冻住 结果会怎样 他们呢就是随机初始化了一个 这个patch projection层 然后就把它冻住了 就是整个训练过程中呢 这个都不变 结果就发现 哎问题就解决了 而且很神奇的是呢 这个trick不光是对mocov3有用 它对BYOL也有用 就是如果你用BYOL那套框架 把这个残查网络换成 微生传summer的话呢 你刚开始把这个patch projection层呢 动住啊你一样能获得更平滑的 这个训练曲线啊 能获得更好的训练结果 就说明了是一个非常普适的trick 而且是一个非常普适的现象 就值得人深思 那具体后面的实验呢 我就不一一细讲了 而在这篇论文之后呢 也有很多研究者意识到了 就是第一步这个tokenization 阶段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也有很多后续的工作 去改进这个第一阶段 因为说白了 如果我们不想改transformer 这个模型本身 因为它又简单扩展性越好 所以说如果中间这一块稳不动呢 论文能改的 除了开始就是结尾 那开始呢 就是这个tokenization阶段 那结尾呢就是改这个目标函数 那最后一篇我们要讲的论文呢 就是Dino这篇论文 它呢也说的是一种自监督训练 Vision Transformer的方式 但这篇文章主要的卖点呢 是它说Vision Transformer 在自监督训练的情况下呢 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特性 它把它效果最炸裂的这些图片呢 放到了图1 就放到了文章1开头这里 这个图的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完全不用任何标签信息 训练出来的这个Vision Transformer 如果你把它的这个自助力图拿出来 进行可视化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能非常准确的抓住 每个物体的轮廓 这个效果呢 甚至能直接媲美你对这些物体呢 做分割 比如说你看这些例子啊 像这个牙刷还有长颈鹿 这个物体的边界啊 真的是抠的非常的精准 我觉得呢 是比很多做无监督分割的工作 都要做的好 但Dino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它的方法呢 倒不是说多心 跟之前的这一系列对比学习的工作 都非常的相似 它呢就是换了个方式来讲故事 至于Dino这个名字呢 来自于它这个题目 就叫self distillation with no labels 就是 distillation 和这个no label 它把整个框架呢 叫成是一个蒸馏的框架 至于为什么是自蒸馏呢 其实就跟BYOL一样嘛 就因为自己跟自己学 或者自己预测自己 所以就是自蒸馏 然后呢对于moco来说 左边的网络呢 叫做query编码器 右边呢叫做key编码器 对于BYOL来说呢 左边呢叫做online network 右边呢叫做target network Dino呢其实就是延续了BYOL 它只不过呢是换了个名字 它把左边呢叫成student的网络 右边呢叫成teacher网络 因为student要去预测这个teacher嘛 所以可以把teacher网络的输出呢 想成是ground truth 至于具体的前向过程呢 跟BYOL或者跟这个simsam 都是非常类似的 同样就是当你有同一个图片的 两个视角以后 XXX2 把你通过编码器 然后得到了两个特征 而这个编码器呢自然也是有 projection head prediction head 然后为了这个避免模型坍塌呢 Dino做了另外一个罗外的操作 叫做这个centering 那这个操作呢就是把整个batch里的样本呢 都算一个均值 然后减掉这个均值 其实就算是这个centering 那这个呢就很像是BYOL对于batch norm的讨论 因为batch norm呢也是对整个batch里的样本呢 做了一个均值和方差 那最后呢就是这块有一个stop gradient的操作 然后呢用p1去预测p2 如果我们再来看伪代码呢 就发现啊它真的跟Mocov3实在是太像了 尤其是前向过程这块啊 这不就是一模一样吗 就只有目标函数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就是说这块呢有一个centering的操作 而是去防止这个模型坍塌的 所以最后这个阶段呢 我就是快速讲了一下Mocov3和Dino这两篇工作 从方法和模型角度上来说呢 其实它们跟第三阶段呢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主要呢就是融合了vision transformer 那讲到这儿呢 我们算是把过去两三年啊 比较有代表性的对比学习的工作啊都串了一遍 那这里呢我们就再画一张大图 整体再快速的把这些工作呢再过一遍 看一下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不同 那从最开始的这个instadisc开始 它提出了这个个体判别的任务 而且呢它提出用一个memory bank的这个外部数据结构 去存储复样本啊 从而能达到一个又大又一致的字典啊 去做对比学习 然后如果不用外部结构的话呢 另外一条路就是端到端的学习 那也就是in1 spread这篇论文做的 它呢就只用了一个编码器 从而可以端到端的学习 但因为受限于这个batch size太小呢 所以说它的性能呢不够好 接下来呢 cpcv1这篇论文呢提出了infoNCE这个loss 而且呢cpcv1是一个预测型的代理任务 不仅可以做图像 还可以去做音频视频文字和这个加强学习 是一个非常全能的结构 最后呢还有cmc这个工作 它呢就把两个视角的任务扩展到了多个视角 从而给接下来多视角或者多模态的 这个对比学习呢打下了铺垫 另外还有一篇论文这个deep cluster 我们并没有讲 它呢是基于剧烈学习的 当时呢还没有用对比学习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呢就是mocov1打头 它呢算是instadist的一个延伸性工作 它把memory bank变成了一个对列 然后把动量更新特征变成了动量更新编码器 从而能预训练一个很好的模型 moco也是第一个 在很多视觉的这个下额任务上 让一个无监督预训练的模型 比有监督预训练模型表现好的方法 然后呢它是属于使用外部数据结构的 那自然这个端到端的学习呢 肯定也有延伸性的工作 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simclearv1 simclearv1呢跟inmot spread的方法是很像的 但是呢它就用了很多的这个技术 比如说加大了batch size 用了更多的这个数据增强 加了一个projection head 训练的更长时间 总之呢所有的这些技术堆起来 让simclear呢取得了非常好的 在imagenet上的结果 然后cpcv1一看啊 这个视觉领域怎么转的这么厉害 所以赶紧把这些技术呢也全都拿来用了一遍 然后cpcv2呢就直接比cpcv1 在imagenet上呢高了30多个点 最后呢cmc就把这些都分析了一下 提出了一个info min的这个原则 他们说啊两个样本或者两个视角之间的 这个互信息啊要不多不少才是最好的 然后呢moco的作者看到simclear 用的这些技术呢确实都很管用 所以就把这些极差极用的技术呢 拿过来用在moco上啊就有了这个moco v2 moco v2的效果呢就比moco v1和simclear v1都要好 然后simclear的作者呢也对模型进行了一些改动 得到了这个simclear v2 但simclear v2呢主要是去做半监督学习的 另外呢我们之前提这个deep cluster 主要就是为了引出swav这个方法 swav呢就是把巨类学习和对比学习 结合起来的一个工作 也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但他这个不错的结果呢主要是来自于 他提出的那个multi crop的那个技术 如果没有那个技术 他其实跟simclear或者moco v2的结果呢都是差不多的 那然后第三阶段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byol这个方法 因为处理副样本啊实在是太过麻烦 所以byol就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副样本呢 我们能不能不去跟副样本做对比呢 结果他们发现呢还真的行 就自己跟自己学 把一个对比任务变成一个预测任务就可以了 而且呢目标函数也很简单啊 不再使用info nce 而是用一个简单的mse loss就可以训练出来 但是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立马呢就有一篇这个博文出来了 他们就假设说呢byol能够工作 主要是因为有batch norm 这个batch norm呢提供了一种隐式的副样本 所以byol能够正常训练而不会模型坍塌 但是byol的作者呢很快就又发了另外一篇漏文 我们这里就叫byol v2 他们通过做了一系列实验以后呢 最后说batch norm呢只是帮助了模型的训练 那如果我们能用另外一种方式 能提供一个更好的模型初始化呢 那byol不需要batch norm 提供的那些batch的这个统计量啊 照样能工作 就把之前伯克里提出来的这个假设呢 给打破了 但他们提出的这个呢 其实也只是另外一个新的假设 然后紧跟着byol呢 这个simsam就出来了 simsam呢就把之前的工作都总结了一下 因为他觉得呢之前的这些论文 大家都在一点一点网上堆这个技术 那如果堆的太多了呢就不好分析了 那这个领域呢也就不好再推进下去了 所以simsam呢就化翻为简 又提出来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孪生网络的学习方法 他呢就是既不需要用大的batch size 也不需要用动量编码器 也不需要副样本 然后照样能取得不错的结果 然后simsam提出的假设呢 就是说stop gradient这个操作呢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有这个操作的存在 所以simsam呢可以看成是一种EM算法 通过这种逐步更新的方式啊 避免模型坍塌 然后另外还有一篇工作呢叫barlows twins 他呢主要就是更换了一个目标函数 把之前大家做的这种对比啊或者预测呢 变成了两个矩阵之间去比这个相似性 但是因为它已经是21年3月提出来的 所以很快呢就淹没在了Vision Transformer 这波洪流之中 那最后第四阶段呢我们就来到了Vision Transformer 那主要讲的两个工作呢就是moco v3和dino 他们呢其实都是把骨干网络从残叉呢换成了vit 主要学习的方法呢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换成Vision Transformer以后呢面临的问题 都是说训练不稳定或者不好训练 他们呢就提出了各自的方法 那moco v3呢就是提出来把这个patch projection layer呢冻住 dino呢就是提出把teacher网络的这个输出呢 先做一下这个皈依就做一下这个centering 这两种方式呢都能有效的提高模型训练的这个稳健性 防止模型坍塌啊让Vision Transformer 用自监督的方式也能训练的很好 那这样呢又把所有的这些工作呢又快速的串了一遍 现在呢对比学习还是一个很火的方向 虽然说可能没有Vision Transformer那么火 而且尤其是MAE火爆了以后呢大家都去尝试掩码学习 而不是去尝试对比学习了 所以说啊对比学习又从一个火爆发展期 变成了一个发展潜伏期 但是呢我对它的前途还是非常看好的 毕竟多摩泰的对比学习呢还是一个主流 Clip的效果就很好 那我们下次也会讲到Clip这篇工作 而且在多摩泰里面呢这个图像和文本对之间的这个对比 学习Loss还是一个标准的目标函数 基本上所有的工作呢都有在用 而且呢对比学习呢它属于一个想法 而不是具体的一个工作 它在几十年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应该还是会看到 很多对比学习的工作的 我很期待对比学习跟其他方法的结合 以及它的下一次爆发